公元前606年 即齐汇宫三年 楚昭王在攻伐陆魂之中之后 趁势率领楚国大兵 直截北上洛邑 在周昭市仅剩不多的江头上 大搞阅兵一事 还询问九鼎的大小与轻重 当此之时 在西匹不断获章的秦国 在东方却被晋国所阻挡 而曾经的霸主齐国 自皇宫诸子的折腾之后 早已风光不再 中原的大舞台上 只有晋楚两个庞然大舞 雄市南北 不断地用不合周理的武力 来伸张自己的权威 于是 似乎对于各国来说 历史的走向 似乎已经变成了 在朝晋还是暮处的迷茫中 遥遥白白的前进 而对于七国来说 远离中原的地缘位置 使其幸运的没有走向 像郑国一样的两难的道路 然而 这同时也意味着 七国已经没有资格 再次做上争霸中原的赌桌 可是即便是这样的事实 对于皇宫诸子 乃至于之后的 七国君主来说 当年皇宫的霸业 却仍然像海市蜃楼一样 对着他们有着无穷的魅力 吸引着他们 不惜一切代价 去寻求那早已虚无的霸主之梦 就如同那飞蛾扑火一样 早在皇宫之时 齐国能够和楚国南北对峙的重要前提之一 就是通过控制太山以南的四上诸侯 来建立自己进入中原 以至于南下江淮的战略跳板 从地底上看 完成这个战略布局 至少有三条路 第一 沿着黄河下游顺流而上 途径鲁国北交的温和流域 和南迁后的魏国 这是最传统的路径 第二 直接跨越太山山脉 自北向南横传鲁国和宋国 这是称霸时的选择 第三 也就是汇宫以来的开拓方向 就像秦国开拓西处一样 向东方平坦的交来平原开道 当时山东诸国 强者莫过于齐鲁举 围绕着太一山脉 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态势 我们已经知道 齐鲁两国一直是以太一山脉 为地缘平衡线 形成反复拉锯的态势 但是太一山脉并没有向东 延伸到黄海中 在太一山脉的东头 又有一座和海岸线平衡的五连山脉 实在太一山脉与五连山脉之间 形成了一条具有通道性的山谷通道 即一木河谷 从地图上我们能够看出 这条战略通道 唯可进入鲁北以及交来 难可禁闭四上乃至于江淮 这使得不仅是齐鲁两国 乃至于任何一个师徒控制着东土的势力 都希望能够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在西周春秋时期 一木河谷是被一只周人视为东夷的举人部族 所建立的举国所占据的 在文献中 有关齐鲁的活动交往十分密集 而举却少有涉及 但这并不说明 处于一木河谷中的举国 比齐鲁两国的实力要逊色几分 甚至杨善理先生总结说 举国南北最长有400里 东西最宽也有200里 其将于略小于齐而相当于鲁 上周以来 在王室的屡次征伐中 打得有来有回 凭借着强大的实力 其为患不简于精楚 自入春秋 未有入人之国者而举入相 未有取人之地者而举取起谋楼 放自无忌 而对于齐国来说 举国不但是和自己争夺 较为平原的主要对手 而且还正好卡在齐国 自此南下的一木河谷通道 因此 秉承着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原则 自会文开始 齐国和鲁国便反复拿攻打举国来证明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 又是鲁国通过攻打举国来帮助齐国调解举国的外交矛盾 又是齐国在攻打举国的路上又碰巧遇到了鲁国大幅的军队 一直到公元前596年 齐国以举国倚仗晋国的庇护而藐视齐国为由 再次讨伐举国 本来吧 你们东土捉猴之间 小打小闹什么的那也就算了 可是你何必要故意去招惹晋国呢 自晋文宫崇尔去世以来 齐国连续三位君主 总以为晋国的霸业也是一代而终 反正就是轮到个自习该重现还工的霸业 连再也没参加过以晋国为中心的盟会 这已经是相当不给晋国面子了 而且对于晋国来说 如果不能争取齐国加入自己的阵营 那么一众离晋国远 离齐国近的东途诸侯 也很难确保和自己同心同德 于是 即便面临识别的风险 公元前592年 晋景宫还是专门派了六卿之一的 细克前往齐国 请求齐寝宫参加当年六月 晋国主办的断道盟会 给东土诸侯带个好头 此时细克的细事 在晋国六卿中独占三席如日方天 然而细克本人 却是一个腿脚不利色的残障人士 巧的是 当天来见齐寝宫的 其他国家的使者 也多少带着身体缺陷 有土顶的 有罗锅的 还有眼睛不好使的 上一期我们知道 齐寝宫和他的母亲 萧通叔子从小孤儿寡母 所以或许是母子情深 也或许是齐寝宫 一呼常人的幽默感 在各国使者 登上宫殿前的台阶 来觐见的时候 他专门安排了贴心的 无差异化一对一服 用秃顶的仆人 带着秃顶的使者 用罗锅的仆人 带着罗锅的使者 用眼睛不好使的 领着眼睛不好使的 而对于推脚不利索的 希克 齐寝宫 当然安排了一个脖子 来带他进界 然后齐寝宫 就把萧通叔子 安排在了正殿两侧 拉起到帷幕 让他的母亲从后面 偷偷看这个奇妙的队伍 萧通叔子当场 忍不住大笑起来 左转 说希克推补 史记 说希克勾楼 说明希克属于 到底什么残疾这件事情 在汉代已经搞不清楚了 但不管怎么样 察觉到自己成了乐子之后 希克当场就破防了 气得转身走向大门 并撂下狠话 死仇不报 我再也不会渡过黄河 一回晋国 他就对金警公说 事儿没办成 我还要罚旗 金警公听了只能说 别急 即便 即便晋国现在 是戏事一家独大 也不能 不顾金警公的意见 除非 你有一个完美的 宣战借口 而奇国那边 奇警公似乎 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干了什么好事 玩笑归玩笑 晋国专门派人来 请自己参加盟会 这个面子 还是要给的 但是吧 奇警公也知道 希克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于是便派高士的高顾 艳若 蔡朝 南国衍 代替自己参与盟会 然而奇警公知道的事情 这些大夫 当然也都知道 谁愿意被推出来 当替罪羊呢 走到白路上 四大夫中 等级最高的高顾 提前跑回了齐国 而剩下的齐国使团 毫不容易走到断道 和诸侯们碰头之后 又被通知说 对不起 会盟结束了 现在改代卷处会盟 这三人又跑到 全处 晋国人说 对不起 只有你们齐国人 没有为邀请参加会盟 事没办成 没办法 那就回去复命吧 在让齐国使团 也尝到和自己 当初一样 吃别的滋味之后 希克 在齐国使团 回忆过的必经之路上 把叶若 蔡朝 南国衍分别抓起来 准备全都吐吐掉 也是万幸 受近警公其中的 晋国大夫苗本皇 正好又在抓捕 叶若的现场 而希克此举 显然是背着 齐警公来的 于是苗本皇便 向近警公 打个小报告说 国君啊 你知道为什么 诸侯会对 晋国的霸言 有二心吗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晋国不讲信用 现在你把 别国的使者抓起来 让诸侯怎么看 齐警公就是因为 害怕才不敢加盟 便派了四个大夫过来 就这 高子还扔下这三个人 在八路中跑了 这三人本知此行 难逃一死 那还是冒着危险来了 我们晋国应该 领域他们 怎么能把他抓起来呢 你现在把人抓了不放 以后还有谁敢愿意 和晋国会蒙呢 晋警公一听 反正齐警公羞辱的是细克 又不是我老人家 何必为了细克一个人的恩怨 得对齐国影响自己霸业呢 于是便以典型的 晋国式外交了结此事 一边暗中 叫扣留使团的看守 放松警惕 一边明面上 拉着魏国太子组成的 发起邻居来到齐国西境 要齐警公拿太子江 作为人质为条件 和齐国单独结盟 竟然被扣留的齐国大夫 偷偷跑回齐国 给希克捅下的娄子擦了屁股 还搭成了和齐国结盟的既定目标 面子和李子都得了 实际说这四人都被杀了 应该是希克 既然连国军也不给自己面子 只好拿使团中的其他四个人 纪和神当平替了 显然 作为老大哥的晋警公 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然而 这一外交风波 却在国际上 引发了一块复杂的连锁反应 首先 同希克一同出使 齐国的鲁国使节 继孙行甫 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个秃头 也和继克一样 记着齐国的仇 而且继孙行甫是鲁国三环之一 他要是想打齐国 鲁宣公可是根本拦不住他 而正巧在断道之盟上 老大哥晋国 把齐国作为敌国排除出盟会 那么鲁国自然就顺势把齐国当做了头号敌人 但之后 当看到齐国和老大哥单独盟会之后 鲁宣公便急忙暗中向楚国请求大兵 没想到楚国早在齐请公继位之初就与齐国交好 所以楚庄王不仅没能向鲁锡公当年正义考打齐孝公时候支援自己 没判一兵一卒过来 而且当年鲁宣公和楚庄王都在冬天去世 因此 新级位的鲁成公值得再向靖国靠拢 和靖国在斥几单独结盟 甚至不惜在国内推行违背祖宗之法的出水母 坐丘甲来筹措战备 其次 对于齐国来说 如果只有外交受辱 那倒还是小事 如果说上一次晋铃宫带着八国联军发齐 只是为了吓唬吓唬齐一宫交点贿赂就能摆平了 那么这一次晋铃宫又一次带兵齐连 逼着齐请公把太子交涉当仁治的事实 使得齐请公不得不把注意力又放回中原 春秋时期 要求仁治是在两国互不信任的情况下 为了取信于对方而采取的最后一种外交手段 也就是说 再下一次晋国来罚齐 那就真的不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得了的了 面对于后还宫时代以来 秦所未有的外交危机 齐请公一方面又和楚国交好 以此制衡晋国纪律的压力 一方面又遵循传统的称华模式 准备开启经典的法鲁项目 于是乎 国营前589年的局势 正如鲁国大夫张宣书所言 齐楚交好 我们鲁国与晋国也刚刚结盟 现在晋楚政争盟主 如果齐国要攻伐我们鲁国 那么晋国也定会以此攻打齐国 而楚国也一定会出兵救齐 到时候鲁国就变成齐楚两国攻伐的对象 换句话说 此时齐鲁之间的局势 如同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不仅有两国的薪酬救援 而且还变成了晋楚争霸的东线战场 这个火药桶距离引爆 只差一根合适的导火线 公元前589年一开春 齐军越过泰山山脉大雪南下 攻进鲁国北京 将泰山脚下温河旁边的龙翼 重重包围起来 齐刑公的宠臣卢浦 在攻打城门时被龙人活捉 为此 齐刑公与龙人谈判 只要不杀卢浦 彼此便可结盟休战 齐军退兵境外 然而龙人不但不听 反而将其杀死 把他的尸体吊在城门上 齐刑公见状大怒 亲自雷鼓 齐军将士爬上城墙 连攻三天将龙翼攻克 并向南一直攻至朝丘 紧接着又北上卫国 击溃着孙良夫率领的 试图前来支援的卫国军团 面对越来越失控的战事 卢魏两国无法抵挡 只得往晋国求救 值得一提的是 卢魏两国球员的大夫 都没有直接去找晋景公 而是先找了谢克 终于报仇血汉的谢克 马上受到了机会 借国际压力 说服晋景公 出兵车800辆 亲自领兵发旗 800辆战车 相当于整场城铺之战的 所有战车 还要多上100辆 根据司马法 春秋时期 一个不战车小组 包含战车组三人 步兵72人 一共75人 按这样算 晋国此次大约出动了 6万人的军队 晋国显然也是借此机会 赌上自己的国运 晋军在会合卢魏两军后 追踪从魏国东返的骑军 在弥基山追上的骑军 我们知道 春秋时期的打仗 真正精彩的是在打嘴仗什么 海战前一天晚上 晋军洪派人到晋国军营说 你们用君主的军队来羞辱我国 毕国虽然不富裕 但是也希望明日一早 可以决一死战 齐克回复说 魯魏这些晋国的兄弟之邦 来晋国哭诉 齐军总是羞辱他们 所以晋国才过来给你加点道理 寡军命令我们不允许在齐克境内 斗留太久 战场上我们必然会直进不退 不劳其后来下命令 齐军公说 好 正合我意 即便晋国不和我打 我也要和晋国打 为了逼迫晋国和齐国开战 齐军公派高顾去挑衅晋军 于是这个曾经中途逃跑的使臣 现在大摇大摆的进入晋军的军营 拿使他到处扔人挑衅 问对这样的大傻子 晋军直接把高顾抓起来绑在兵车上 在车上系一个桑树根 开到齐国的阵地上让高顾大喊 有种的人来买我的勇气吧 第二天 两军如约在安地列阵 毕竟是主场作战 齐军公对这场仗很有信心 便对自己的车夫丙下说 开快点 吃到饭之前把他们全都解决掉 说完这话 连战马都没有披甲 就带兵A了上去 某种意义上 其实齐军公的自信是对的 一开战 作为中军统帅的系克 还在雷鼓就被中了一箭 血一直流在鞋上 系克大喊 疼死我了 便赶紧想要返回自己的阵地 他的车夫谢张 便说 你这伤算什么 我一开战 就被剑射穿了手掌和手肘 我都空不出手 把剑扒出来 只能把镜杆折断 继续赶车 血流下来 把左边的车顿都染成黑红色了 我都没抱怨什么 你就不能再忍一忍 车友郑秋也说 打仗就是这样 你们即便受伤 也还坐在车上 如果车子出问题 我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 下去推车的 你知道吗 你还叫话什么 谢张又说 接待全军的进退 就看我们中军的旗鼓命令 我们怎么能够因为受伤 就自毁大势呢 上战场 就应该抱着必死之心 现在不过是受伤而已 另要加大劲呢 于是谢张便左手握住缰绳 右手拿着鼓锤 代替西克继续击鼓 而正巧此时 马车的马也失控停不下来 进军便紧跟着失控的中军战车 一步马了上去 竟将骑军击溃 一路把骑军撵到了划不住山 追赶了三圈 骑请公虽然自信 但毕竟没有骑皇公的命 只能在车夫丙下的驾驶下 坐车仓皇逃窜 与金国将领韩爵展开了激烈的车轮战 骑请公两箭射死了 韩爵车上的车夫和车友 韩爵在低头把自己车友的尸体 拉回车里的时候 骑请公的车友冯仇 为了掩护骑请公 趁这个机会和骑请公 护化了车上的位置 两辆车一直追到了 划不住山下的划拳时 骑请公的车突然撞到了树上 不晓得是 冯仇甫之前手臂被车咬了 没法下车推车 此时 韩爵已经追了上来 由于车夫和车友都被骑请公射死了 现在韩爵的车上 只有他和半路顺带上来的大夫钻物章 韩爵看到自己俘虏了骑军的车架 便握住车架的缰绳 然后对着冯仇甫面前击手 拿出美酒和美玉 恭敬的说 寡君让我们来这里 只是为卤味讨个公道 绝对没有想要侵略齐国的意思 现在我竟然不小心遇到了您的战车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 但如果我把您轻易放跑了 即使我对我的君主不忠 也是有辱于您齐国 对近齐两国都是一种耻辱 所以我只能履行作为一个军人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把您俘虏了 春秋时期在打仗的时候 国军在战场上穿的是和自己的车友一样的将帅衣服 再加上韩爵和钻物状正巧都没见过骑请公 那就按照惯例 把现在正在车座的冯仇服当成齐请公俘虏了 于是冯仇服看见韩爵对自己说这话 便装模作样的 让齐请公下车到全然给自己打水 是为了给齐请公制造逃跑的时机 国军传还补充说 齐请公打完水之后 居然又折回来了 冯仇服便说 这水不干净 怎么喝 再去打 第二次打水的时候 齐请公才终于跑掉 正巧此时 齐国大夫郑州府和婉伐 驾着副车来找齐请公 便把偷跑出来的齐请公拉走了 韩爵还以为自己抓了齐请公 直到他把冯仇服带到戏壳跟前 次到自己抓错人了 所传说 戏壳一开始想把冯仇服杀了报仇 但冯仇服大喊 难道你们要杀了位国军做事的人吗 戏壳一听这话 赶其中军之情 最终把冯仇服给放了 然而 在公扬传里 冯仇服大喊 我仰赖射计神灵 现在国军安全了 齐侯殿下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死而无憾 之后 希克却以军阀成全了冯仇服的心愿 把他给宰了 这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 但考虑到左传和公扬传作为儒家经典 这里的分歧 不过说到底是一个大儒们 如何理解中军的问题罢了 左传对冯仇服主动换位保全军主的行动表示赞赏 于是给他的一个good end 而供扬传则觉得冯仇服应该把中军挂上到底 即便事态紧急 作为臣子怎么能跟君主换位置呢 应该和齐侵公一起以死殉国才对呀 更关键的是 这一换 使得齐侵公不仅不能和国家军队共存亡 保住高洁正义的名声 还令齐侵公不顾君主的尊严 以臣子的身份讨归 这不仅是不敬先祖 背离宗庙中的君臣父子之教 更是被联军践踏国土 羞辱设计神灵 公羊传的时代非常晚 其中所记载的这种说法 与西汉大罗董仲书的理论不无干系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强调这个儒家理论问题 是因为公羊传的说法 或许表面上就能看出问题 但相比之下 与董仲书同时代的司马迁 在写实际的时候采现的左传的说法 认为冯仲书被放回齐国之后 则透露出另一种不可信的味道 左传认为 齐请公在逃回齐军营之后 想起冯仲书为自己做出的牺牲 举调重新杀入禁军阵地 拯救车友冯仲书 第一次进攻 禁军依然没有伤害齐请公 第二次进攻 齐军进入作为禁国附庸军的敌人军队 敌人们都拿出武器保护齐请公 第三次 齐请公闯入魏军阵地 而魏军居然放了齐请公 如此三回呀三回 齐请公都没有找到冯仲书 只好再感叹我军败了之后收兵 在收兵的路上 有个女人拦住齐请公的车子 问齐请公 国军安全了吗 这个女人应该是和韩军一样 没能认出齐请公 于是齐请公便回答说 安全了 他又问 主管兵器的瑞斯图安全了吗 齐请公也回答说 安全了 他说 那我就放心了 既然国军和我的父亲脱险了 那我还失望什么呢 齐请公一看这个女子 这么忠孝两全 并给她的石榴作为封印 显然 相比供养传那种僵硬到不同人情的历史逻辑 左传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拯救大兵瑞恩的春秋版本 显得合理多了 但不管大夫们怎么发挥 冯首府大约的确是死了 齐请公这一仗也的确是输了 晋国战令军进入到林兹城附近的秋鱼和马晋 请公正好拿出当年从纪国抢来的宝物 派国事的郭左对希克进行贿赂 并且归还侵略鲁国和魏国的土地来求和 这也算是经典的割地赔款了 而希克却什么都不要 说 我要你母亲肖童书子作为人质 把齐国的地农改为东西巷才可以和解 中国地的都知道 根据地势和水势的不同 田地地农的方向往往决定了 其配套的沟渠与道路的方向 将地农改成东西巷 相当于要把齐国的国土改造成 方面进国的冰车方面进入的交通模式 而至于肖童书子 即便齐晴公在国左离行前主公说 他要什么咱们就给什么 但本来齐国的太子还在靖国的手里 现在又还要国君的妈 这妈能送出去吗 至于这般无理的要求 国左回答说 肖童书子啊 他不是别人 他是齐国国君的母亲 若按对等的关系而论 要让寡君的母亲做人质 不也就相当于把晋君的母亲当人质吗 你让你们家的晋进宫 也做这样的大孝子吗 而你作为一个清大夫 却对一国之君发布这样的命令 这是以不孝来命令诸侯啊 其次 七国的土地乃是先王所赐 先王搭配是遵循地理因地之一 而你为了你们晋国的一己私利 不顾客观的自然规律 违背先王的命令 命令将齐国的那种一律向东 只为你们的兵车方便为例 不仅违反祖训 还以不孝来命令诸侯 你们凭什么来当盟主呢 我们的先君齐桓公 和贵国的先君晋文公 在当年作为盟主 那都是依靠的是 施行仁德 自古以来帝王 都是如此才对的天下 现在你们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啊 我们齐国人那是绝对不能答应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得亏这还是比较讲周里的春秋时代 此时无论是希克还是晋国 都没有像战国时代那样 说灭你就灭你那么野蛮的实力 而郭总不卑不亢 甚至吸取悲壮的反击之下 反而是卢为两国害怕了 都劝希克说 现在齐国死伤惨重 齐国人莫不恨我们入骨 你要是不答应了齐国的条件 齐国一定更加憎恨我们 所以你如此不让步的话 对咱们三个战胜国都没有好处 现在齐国竟然送来宝贝 还归还了亲战的徒弟 我们两国都觉得很满意了 犯不上搞什么总体战 我们还是先好就收吧 毕竟无论是当年齐国 还是现在的晋国 能当上霸主 那都是天意 你再这么折腾 谁知道下一个又是谁呢 的确 不论是再牛逼的强人 也降不过历史周期率的 希克只好接风下驴说 我再重申一遍啊 晋国出兵 绝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是受了鲁魏两国的邀请 既然鲁魏不再深究 事情如果能圆满解决 我相信 对于齐鲁魏晋四国 也是件好事 于是四国共同签署了庭战协定 共同承认晋国作为霸主 值得一提的是 大概是为了表示服从和真宠 齐寝公在朝见晋国的时候 居然破天荒地提出要尊晋景公为王 在此之前 中原诸侯最高的局也就是公 除了楚国和徐国那种周理秩序之外的蛮夷国家 只有周天子才是王 我们很难知道 齐寝公究竟此局 是真的为了是表示顺服 还是在一言外戏 你晋国过于身后的荣敌成分呢 用自己略胜一筹的幽默感 结束了一场 起于绷不住 终于绷不住的战争 总而言之 晋景公当然没有接受这个请求 齐寝公回国之后 也断绝了争霸的非分之想 安心发展内政 齐国又走上了不能霸的道路 然而 这或许是江姓齐国最后一段 真正安稳的时光了 公元前外82年 幽默大师齐寝公去世 妻子齐寝公继位 齐寝公是在晋楚都楚代交困 逐渐走上第一次 弥兵之盟的时候继位的 在寝宝继位的第一年 晋景公就因意外深故了 而齐继位的第九年 即公元前573年 齐继位的金立公 也因为想要铲除朱大夫 而被尸杀了 原本临公继位后的前八年时间 还都遵循着 请公晚年定协的金立方人 不仅亲自追随禁决发政 亦派出高国二世 参与晋国主持的征战与会盟 对晋国可谓言听计从 但从这一年开始 齐寝公显然有了不安分的想法 又是不参加晋国主办的鹏城之会 又是不愿意和诸狗一起去鲁国铸城 开始有意的玩叛逆 齐立公想抓住晋国内乱的机会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实际上他又做了什么呢 他把膏子给撵出去了 还把锅子给杀了 事情早在晋立公死前的公元前 575年就早有端倪 这一年 作为鲁国三环排行第四的书孙乔儒 为了改变自己的权势地位 和鲁城公之母木江同奸 遭到了鲁国之政尽存行辅的驱逐 投奔齐一国 仍然在齐一国 书孙乔儒死性不改 甚至开始顾忌重拾 他首先把女儿嫁给了齐林公 生了公子处旧之外 书孙乔儒还与齐林公之母 生孟子私通 通过这一番既当岳父又当爹的操作 书孙乔儒在齐一国的地位 便进一步升级到和国高二世 平起平坐的水平 不过 书孙乔儒是个聪明人 在查询到强龙不压地头蛇之后 便逃到或许更适合自己的魏国去了 然而 书孙乔儒作为标准的海王 不论是来到齐一国还是离开齐一国 都只考虑自己的前途 没有考虑过被玩弄过的生孟子的感情 生孟子作为国君的母亲 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心理变化 我们不是知音小编 所以不得而知 但是唯一知道的是 他又找了大夫庆客继续自己的私生活 或许是齐林公始终 只被自己的老妈和岳父蒙在鼓里 但是他本人的心理也似乎有点问题 燕子春秋记载 林公喜欢宫女女扮男装 导致林姿城中一世流行这种性转服饰 庆客应该就是抓着这样的机会 像魏国的快馈一样 和妇人一起忙着面 然后在男扮女扮男装出入宫中 和生孟子私通 直到有一次出入内宫 被抱鼠牙的曾孙抱歉发现 并告诉了国事的国佐 庆客来自公子吴亏那也卖的公事 也就是说 庆客是和自己的堂弟席搞上了 自相公还公以来 齐国公事从来没闹出过这种级别的丑闻 于是国佐便把庆客叫过来 警告他不要再整活了 与国君之母通奸 国佐并没有像鲁国的寄存行符一样 直接把庆客撵出去 而只是骂了一顿 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但庆客的小心灵 却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家里抑郁了好几天之后 庆客决定找生孟子诉胡 说 国子骂我呀 一怒之下 恋爱脑中的生孟子 也是犯了任何女人都会犯的错误 抓住林公刚刚和国佐和在国外 参加国际会议回国的机会 转头就铁油加醋的把写报告 打给了林公 说 林公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里 高子和抱歉 有费力之心 要离先军请公的另外一个儿子 公子脚 而且国子也知此事 林公或许什么优点也没有 但是有一个优点继承了他 那就是孝顺 于是林公直接把抱歉的双脚给砍了 还把高氏的高无旧也驱逐出国 或使高无旧之子高若 只得依靠自己的蔡逸如意反叛 后来孔子瑞平这件事情说 抱歉的智慧还不如魁彩 魁彩好歹能保住自己的脚 孔子的这一评论未免苛刻 因为智慧还不如魁彩的那个人 显然是麒麟公 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 在把这些反齐国集团一一正法之后 估计是考虑到崔氏 也是受高氏和国氏联合迫害的对象 于是这位孝顺的大聪明 便把崔祖作为自己主要的平反对象 请回了齐国当大夫来讨伐反叛的卢役 还让母上跟前的大红人庆克辅佐他 此时不知自己已经变成针对对象之一的国佐 还远在正国前线 代表齐国参与诸侯罚政的军事行动 而在前线得知邻共这番处理结果之后 国佐匆匆从诸侯连军中赶回被围困的卢役 将真正的罪魁祸首庆克杀死 然后再故意发动叛乱 一连国氏高氏都发动叛乱 齐国陷入了全民内战的边缘 于是齐林公又想出一个绝妙的好主意 他先是明修战道 和国佐和解并蒙事 然后借向晋国通报内乱为借口 把国佐质子国胜外派出去 驻扎在国境边上的轻易 等候命令 最后林公暗中派施发免 在宫内将国佐刺杀了 这一年正是公元前573年 是我们在前面提过 金丽公被杀的那一年 也是齐林公开始整自己那套 好活很活乃至于烂活的那一年 我们在齐国三齐皇宫片中知道 高氏和国氏不仅在国际上 相当于齐国的两大代表 在齐国国内 作为在齐国的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体系中 占据绝对重要地位的两大清族 起着稳定齐国政坛的重要作用 我们甚至可以说 春秋以来的历代齐军中 或许只有皇宫有管子能够镇住场面 乃至于造就霸业 而其他的齐军 即便有着各种各样的骚操作 但齐国的国力 始终维持得在一定的水平 很大程度上 应该归功于历代国子和高子的中心耿耿 起到了压仓石的作用 或许现在 正逐渐走上清族政治的时代 但各国的君主 面对这样的趋势 其反应基本上都是 加强公族势力 拉拢清公族的清族 来抵抗敌对的 有威胁的清族 比如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的 魏国诸君 然而 齐林公在这里却反齐道而行之 或者说是天才的 使用了逆向思维 只有两年之内就把辅佐 齐国公是近200年的两大 秦族移除掉了 公元前573年的正月会日 郭左接到了齐林公的召见 要求他去自己的寝宫开会 而在寝宫中 郭左并未见到林公的身影 只看到了早已等待多时的 拿着歌的试画面 事发之后 宫中一时之间乱作一团 随后齐林公又迅速知会轻易 杀死了国事的余孽国胜 此时距离高国二世投向林公以来 才不到两个月 原本国高通胆的齐国大夫 这下明白了 所谓的义和呀 蒙事呀 都是假的 清算才是真的 便不得不纷纷外逃 而在波乱反正中 不幸牺牲的功臣庆客 林公便让他的两个儿子 庆丰庆左取代国高二世 当时的齐国的清大夫 可能在齐国政坛的波乱反正 所取得的胜利 使得齐林公认为 齐国之所以在国际上被看扁 就是因为国事高市暗中破坏 于是 当他在波乱反正之后的次年 齐林公便自信的拒绝参加 晋国组织的 正国彭城特别军事行动 然而晋力公的接任者 金道公像他爹一样 也是一个狠人 但不像他爹那么短命 于是在彭城投降之后 金道公便迅速移兵齐国 齐林公才道 原来没有国家二世之后的国际事物 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只得把公子光送到晋国当人质讲和 然后派崔主顶替自己 去参加晋国组织的军事行动 眼见还是打不过晋国 齐林公 只得又转回了老爹的思路 开始找各种理由 针对交来半岛上残留的来国 来和齐都是将性 但是从太宫时代起 两国就开始剧烈冲突 一直到春秋 我们都能在馆子中 屡屡看到 桓公侵略来国的记载 一直到过年前571年 齐林公竟然召来 来公公给鲁侯的母亲送葬 简直是当做扑充国了 面对这样的外交羞辱 来公公奋不与会 齐林公便抓住机会 清兵发来 迫使来公公缴纳牛马百头 来贿赂其国免出兵灾 好说歹说 苟活四年之后 来公公一方面坚守守都 一方面又纠集齐国的 国左御党王秋 大夫郑约子 唐义军队来救援 结果全被打垮 大势已去 陈氏的陈吾宇 将来国的宗庙里 去一抢而光 将仅剩下的来民 呛到尔地 一举将整个交来平原吞并了 吞并来国 使得齐国的相遇 扩大了一倍以上 来自东县的巨大胜利 就这样冲昏了齐铃宫的头脑 国元前559年 周灵王派刘夏出使齐国 赐给齐铃宫扶命 并一顿蒙夸 说 当年你们太公辅佐我先王 成为周王室的栋梁之臣 世代作为诸侯之长 统治东方 现在你也要加劲啊 四年 周灵王还派刘夏 迎娶了齐女为王后 这是在晋楚两国都相当衰弱的时候 周王室对齐国地位的肯定 正巧 此时魏国的魏宪公 意为国内发生内乱 而跑到齐国寄居 而晋国的执政大夫范宣子 借了齐国的语经不还 又是攘出东夷 又是小国来头 又是大国不离 又是王室手狠 回来了 都回来了 一切的一切 都似乎是那么的熟悉而陌生 这不就是送上门来的霸业吗 此时不上 更待何时 卢国自从齐桓公死 晋国称霸 就一直跟随晋国 与齐国为敌 于是乎 齐定公随即开始连续向卢国用兵 四年之中 六法卢国 包围了卢国的诚意 逃逸 防疫 试图彻底的制服卢国 然而 林公的攻势看似壮观 值得外强中干 在包围 成义的时候 鲁国大夫 孟主子突然带兵 从半路杀了出来 林公 便宜 那我就成全他 勇敢好战的名声 唯有迅速逃走 在包围 逃逸的时候 孟子之父 舒良和 为了把大夫 张和和张骨 安全送出城 便带领三百甲石 半夜突围了出去 将两位大夫 送到鲁军的桌地后 他又返回防疫 继续固守 就好像齐军的防线 跟直坐的一样 结果是显然一见的 四年 被惹恼的晋平公 拉了前所有的 十二国联军 上一次搞出这种阵仗 那估计还是在 齐桓公罚楚的时候 但这一次 如此多的国家 参与征讨齐国 以至于这是 春秋唯一次 用唯这个字 来形入这场战争的 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齐军公确实超越了 他一直试图模仿的偶像 国元前555年 反齐联军 急着在计合 此时齐军公凭借地理优势 利用济水与泰山一脉之间 狭窄的南北塑造 把魅湖的防水堤坝 加固改造为防御沟渠 并引济水与堤坝外 作为护城河 根据李贝贝先生的考证 这就是齐国聚防的原型 即防门 然而 大幅述他未却指出 参促的赶制防门 并非作战的最佳地点 事实也正如他所说 在十二国联军的攻势之下 防门成了血肉磨坊 齐国为了守卫这个小小的堤坝 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晋国主山范玄子 通过齐国大夫西文子 向齐林攻下最后通牒 现在鲁和菊都站在我们这边 他们都要求各自出动 自己的一千辆战车 来从他们的方向进攻齐国 这已经够你受的了 两千胜的兵力 从别的方向攻过来 你必死无疑啊 你别忘了 上一次把你爹 秦宫打破一些的安置战 晋国才总共才出动八百胜啊 受到通牒之后的 齐林攻吓个半死 而当他登上山 眺望晋国军队的时候 他仅剩的一点信心全都没了 山上到处都是 进军先锋插的大旗 山下全都是 及时的晋国战车 和阳起的尘土 齐林攻哪里见过 这样的大场面 当即从前线逃跑了 而发现军主逃跑之后 损失惨重的齐军 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趁着夜色全都逃走了 接下来 是齐国历史上前所有的大灰败 联军攻入了房门之后的平银 便紧随着向东溃退的齐军 负责殿后的大夫肃杀卫 只能把战马杀死 用尸体和战车堆积 堵塞在山中的小路上 防止联军包抄 大夫之策 在被金伯大夫周策 两箭失落的左右肩膀之后 和大夫郭队一起被俘虏 只不过半个月 联军就濒临林子城下 开始攻打林子城西面的雍门 近一天 联军攻进外城 纵火焚烧雍门和林子的西国 南国 以及城外的深池竹林 三日之后 联军的兵车涌进城内 开始焚烧剩下的东国和北国 和残存的齐军在西北面的阳门和东门 进行最后的战斗 自从大约五百年前 太公建国 三百年前迁都林子以来 齐国的国都虽然有过流血的政变和内战 但从未有过如此惨烈的外敌入侵 全林子城几乎被十二国林军焚烧殆尽 此时的齐林宫心态几乎完全崩溃 只想着赶紧乘车向东逃亡 太子光和大夫过容再三劝阻不停 反而遭到林宫的马车践踏 切得太子光拔出剑扛到了数码的央带 才打消了林宫出逃的念头 与此同时 联军还在持续攻略齐国各地 仅两天之后 就到达了林宫两年前新政府的齐国东径 据清华俭新年说 林军甚至驱车置于东海 某种程度上来说 林军算是重演了当年周公东征的故事 经此一议 就像齐国之前的历代新军一样 齐林宫称霸的野心被打得荡然无存 便和靖国在都阳乖乖亲自的城下之盟 盟词是大物心小 这显然是针对齐国历史上 多次通过侵法鲁国来挑战 经过霸权的行为而言的 当年秋天 齐林宫去世 结束了屈辱的一生 在第一小节的叙述中 或许有人能注意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一直没有出现和齐国约定好出兵法鲁的楚国的身影 事实上 就在齐进合议结盟的同时 楚国才起千国之师 联合郑蔡徐等国以旧齐为名进攻卢魏两国 卢魏两国联合起来 连比靖国弱的齐国都打不过 怎么能对抗和靖国掰手腕的楚国天兵乃至于他的小伙伴们呢 于是值得又向楚国贿赂议和 这次楚国用时不过三个月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就是 与靖国好不容易把齐国拉进自己的盟会相比 当年11月 楚国就邀请了齐 秦 鲁 宋 魏 郑 陈 蔡 许 曹 朱 薛 曾 等国在属地召开会盟 这是春秋开始参加国术最多的一次大盟会 虽然靖国也不敢来砸场子 显然我们能够注意到 在蜀之盟上 包括齐国在内 仍有不少国家在不久之前才参与了靖国的会盟 这种既与靖国结盟又与楚国结盟的盟友 左转几乎成为不堪一阶的溃盟 于是 无论是晋 鲁 魏 发齐 还是楚国发 鲁魏 与春秋早期列国之间 用基于州的原则 通过复杂的外交制衡建立起的败业相比 晋楚争霸的最大特色 就是用直接的军事手段达成直接的政治目的 来为自己在国际上制造一大欺小的优势 越来越肆无忌惮 就像蜀之盟次年 七寝公遵循和靖国的盟会朝见晋景宫的时候 当初认错人的韩爵 在靖国招待七寝公的宴会上表示 当初臣之所以敢俘虏您 就是为了现在两位群主在这里 一语道破了 晋国制服其国的真正目的 这样的局势 或许在历史书上 只是草草的用一句 晋楚争霸就盖过去了 然而 对于当时生活在这个越来越混乱中的人们来说 这也仅仅是为了征服而征服的进行的战争 与以往不擒二毛的时代再也不一样了 纯粹是大国凄凌压迫小国的单纯的领土扩张和霸权政治 特别是春秋时期 受大国勤犯多达72次的郑国 各个霸权之间 对于郑国的旧与阀 几乎是交替进行 完全取决于郑国对哪位霸主的向背 和霸主当时的政治需要 然而 对于公势与大夫 大夫与大夫内部的疯狂的纷争夺权 号令不一 这些大国的政策却越发的像疯子一样 越来越没有连续性 越来越混乱 不仅使小国无所适从 也使得其霸权政治内部的利息越来越大 比如晋国为了拉拢齐国 反而要鲁国归还在暗制战中收回的问洋之田 还给齐国 引起鲁国的不满 再比如因为孙国没有参与晋国的重劳盟会 晋国发诸侯之兵发送 而楚国为了救送就发政 晋国为了救政而发菜 楚国为了救菜又发政 晋国为了救政又发诸侯之兵前往政国 总而言之 在这样的霸权政治之下 对于大国的君主来说 意味着越来越险恶的国内权斗和国际争霸形势 而对于加在大国争霸前行的小国君主来说 则意味着牺牲御伯侯于两境之外 还有来自大国越来越频繁的反复无常的政令 以及无缘无故的兴兵讨伐 而对于大国本身的人民来说 争霸对于他们仅仅意味着无休止的牢役与兵役 最惨的还应属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小国民众 那就是被反复的剥削和掠斗土地人口与财富 要么在自己的君主向大国无穷尽的朝聘供纳中 被这种可持续性的节奏而与榨干 要么就是大国的贴名直接上门来取 但是 齐国既不同于这些表面上威风凌凌 持则外强中央的霸权大国 也不同于整天疲于奔命 活运为他旦夕的小国 齐国足够的体量与优越的地理位置 使得齐一直到战国末年 一直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就像这一次 晋国为了扶起以抗楚 楚为了拉起以致近 然而齐国对于双方的邀请 讨好乃至于威胁 要么只参与盟会 要么只参与小威魔战役 结果就变成了在失局力量的两大强权之外 谁都不可能利用齐国来治敌于死命 然而 就像我们一开始强调过的一样 即便齐国在这样的乱世中 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优势 但桓公的子孙们却只知道 将其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虚无缥缈的争霸当中去 简直就是像沉迷老虎鸡的赌徒一样 一次又一次地把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赌注压了上去 结果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各种各样的围棋当中 被迫或自觉淘汰出场 齐孝公与齐昭公输到了自己的子嗣 齐一公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齐灵公不光恢复到了高国二世 还为了自己的野心输掉了整座林子城 一次还行 两次也罢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桓公的子孙们能够挥霍的资本越来越少 而坐在争霸赌注厂的代价却越来越高 然而 只要自己还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赢了就能翻本 输了 也不会亏多少吧 现在的玩家 已经来到了皇宫之后的第七位君主 齐厚庄公 他的运气 又该如何呢 非常感谢 有 loss的 那个 祂 当然 第二 我们